有的时候人很难理解佛法 佛法里面有一句话叫 妄想就是般若 很多人根本不能理解 什么叫妄想就是般若 妄想难道会成为般若吗 实际上告诉你们 知妄想是空 妄想即是般若 因为你妄想了之后 你知道了这个是妄想 你得到了空性 你就拥有了般若 所以知妄想是空 妄想即是般若 如果你知般若是有 你觉得我有智慧 我有佛陀的智慧 你执着于般若是有 那么般若即是妄想 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这些佛法深奥的理论 师父把它解释一下 简单的解释一下 你知妄想是空 你知道这件事情不好的 不能去做的 空就是你理解它了 我知道这件事情不好了 那么你所做的 那么你所做的这个认为它不好了 我不能去做 你是不是有般若智慧了 有了 那么你认为直般若是由 我这个人就是能够懂得什么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你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你执着于般若了 你般若就是妄想 你这个智慧也是妄想出来的 不是真正的解脱 所以佛法的高妙之处 就是在于境界的提升 而且这个境界一直在往上 一直达到无上正等正觉